松山天地之中 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论坛 公元前五百年前后 人类历史上形成了希腊、鲁马、中国、中东、印度等文化共同体 但这些文化共同体或消失灭亡或转为他用 只有中国这个文化共同体 延续长久、内容丰富、核心监视 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特殊案例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 文明冲突、民族矛盾也日益凸显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向联合国提出的中国方案是 中国方案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现 共赢 共享 千百年来 以大松山为中心的松落地区 使华夏文明产生发展的核心区域 历史文化远远流长 基于以上时代背景 2012年 时任河南省副省长的张广志同志 联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河南省华夏文明、全城创新金金会等单位 组成组委会 倡议举办 松山天底之中 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论坛 采用民办为主的方式 邀请世界不同文明代表和专家学者 汇聚松山 以请进来对话的模式 搭建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平台 推动中华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自2012年以来 已成功举办九届年会 论坛议题 直面人类未来发展 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提出前瞻性、学术性、精识之用的议题 2012年提出 从轴心文明到对话文明 2013年提出 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 2014年提出 天人合一与文明多样性 2015年提出 合而不同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6年提出 转化与创新 迈向对话文明 2017年提出 成己成人 共建天下文明 2018年提出 多元共存、和谐共生、未来共享 2019年提出 文明对话与人类未来 2020年提出 何以为家 面对全球疫情的伦理思考 均是围绕人类整体命运 精心设置的议题 论坛结局的世界各文明代表人物 有时之时 共生世界发展大计 共抱人类未来 美好前景 参加年会的国内外政要有 日本前首相 纠身游几夫 韩国前副议长 文喜相 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 许家璐 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 张宝文 意大利 科森扎省省长 马奥 奥基乌托等 国际国内知名专家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托马斯 萨金特 著名经济学家 吴敬连 世界儒学代表人物 杜维明 著名教育家 香港大学原校长 王庚武等 今后 松山论坛 将在助力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 守正笃行 开拓创新 昂首阔步 奋勇向前